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 占为无国八卷之一 西晋画家威胁的人物画 体现了游民间的豪迈风格 像士大夫画家的 金丝巧蜜风格的过度 被谢赫评为六品中的第一品 谢赫评价称古画阶略 致邪史经 顾凯之 顾凯之是东晋最伟大的一位画家 也是早期的绘画理论家 他以画觉 猜觉 失觉而驰名于世 顾凯之擅作人物画 他的作品艺术特点 顾凯之的绘画注重传神 由其重视眼睛的描绘 作画力求以形写神 神形兼备 他的绘画使用高谷游丝描 笔法如春蚕吐丝 衣服线条流畅而飘逸 画风笔记周密 后世称之为密体 顾凯之与陆探威 张僧尧并称六朝三节 现今传世的顾凯之作品 模本有《落神复图》 《与史真图》 《落神复图》艺术赏兮 《落神复图》是东晋画家顾凯之的作品 内容 《死图》是根据曹植著名的诗篇 《落神复》而作 全卷分三个部分 描绘曹植与落神相遇 而又无奈分离的故事 艺术手法 一 画面主题内容突出 描绘曹植与落神的爱情故事 二 画卷以故事发展为线索 分段将人物故事的情节 置于自然山川的环境中展开 三 人物安排树密得宜 神情刻画生动 表达出一种渴望而不可及的惆怅情意 四 线条简练飘逸 色彩典雅鲜利 给人丰富的视觉享受 且富有装饰性 意义价值 体现东晋时期中国绘画水平 顾凯之艺术成就 对当时或后世画家具有重要影响 女史真图艺术赏息 女史真图是东京画家顾凯之的作品 内容 此图是根据张华的女史真所作 分段描绘了历代贤妃的事迹 以及上层妇女日常生活等 艺术手法 画面每一段都相对独立 且又前后照应 画中人物以线造型 人物一带飘洒 并注重人物神态的表现 成功地塑造了不同身份的贵族妇女形象 画面用笔细径连绵 线条优美流畅 富有节奏感 色彩典雅 并以浓色稍加点缀 作品中蕴含了 妇女应当遵守的道德性条 劝诫妇女德行 带有一定的说教性质 意义价值 女史真图是及教化 与审美于一身的成功典范 具有重要影响 二 南朝时期的画家 南朝时期有代表性的画家 主要有陆探威 张僧瑶 肖逸 陆探威 南朝留宋时期画家 谢赫在画品中将陆探威评为第一品第一人 说她的绘画穷里尽兴 是绝颜相 包钱运厚 古今独立 她运用草书的提示 形成气脉连绵不断的一笔画的笔法 人物画创造出秀骨倾向的典范 秘体可与顾凯之媲美 张僧瑶 张僧瑶是南朝画家 以善化佛道著称 他对佛像人物用功最深 形成自己的风格 人称张家阳 他在创作时 艺术手法简练 赋予变化 创造了一种笔材一二 像以樱焉的画法 与唐代的吴道子一同 被后世推为书体的代表 他擅长画肖像 并做风俗画 兼功画龙 有画龙点睛 破壁飞去的传说 他用天竹传入的凹凸画法 创作壁画 所谓物像 远观具有立体感 近视则测评 顾凯之 陆探威 张僧瑶三位画家 被后人称为六朝三大家 又称六朝三姐 根据三人的风格不同 又有顾得其神 路得其谷 张德其肉之说 良缘帝消逸 良缘帝消逸 南朝梁皇帝 以上化外国和少数民族 直贡的题材建称 代表作品直贡图 北朝时期的画家 北朝具有代表性的画家 主要有杨子华 曹仲达 杨子华是北朝北齐画家 由北齐教书图传释 曹仲达 北朝北齐画家 以善化曹家样佛像主称 人称其 曹之比七体绸碟 而依附景窄 为之曹一出水 即于用绸密的细线 表现薄质贴身一辙 犹如刚从水中出来一样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时期的砖画和石窟壁画 砖画 代表地区江苏南京 丹阳等地的南朝墓 多件有拼香于墓壁的 模印砖画 题材除常见的青龙 白虎 敦诗等名售外 最有特色的是 竹林七贤 与荣启漆漆模印砖画 其中以南朝南京 西扇桥墓专画 制作最精细 保存最完整 竹林七贤 是指魏晋明氏 姬康 阮吉 山涛 王荣 向秀 刘陵 阮贤 他们不同程度地 以消极形式 反对司马氏政权 提倡玄学清义 隐一山林 结为竹林之游 荣启漆则是春秋时的影视 还有嘉玉关魏晋砖壁画墓 位于嘉玉关市区 东约十八公里的新城镇 在近十三平方公里的地域内 分布着魏晋时期的古墓 藏一千余座 素有地下画廊之称 墓葬供出土七百六十余幅砖画 形式多为一砖一画 半砖一画 或几块砖组成的连环画 代表作近十图等 我们再来看一下石窟壁画 在众佛教石窟中 以新疆各窟 特别是克兹尔石窟 和敦煌墨高窟 富有盛名 一 新疆石窟壁画 龟子石窟壁画 克兹尔石窟 位于新疆拜承县 克兹尔镇 原属西域龟姿经新疆库车一代 古城龟姿自汉代以来 纳入中国版图境内 现有洞窟236个 是新疆最大的艺术石窟 其壁画深受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 内容以本身故事 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为主 在洞窟券顶画满菱形格 一格描绘一个故事或一座佛 人物造型以硬比铁线勾勒轮廓 手面肌肤湿以韵染 具有明显的立体效果 颜色多是蓝绿主调 兼有红 灰和金色 营造出既浓烈丰富 又清新爽力的空间气氛 这是龟姿壁画的独特面貌 二 敦煌墨高窟壁画 敦煌墨高窟位于甘肃 始早于前情建元二年 366墨高窟级建筑 雕塑 绘画三者于一体 至今尚存492个洞窟 保存着历代塑像2415余深壁画 约4.5万平方米 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 主要是北朝时的壁画 常见的有诗笔王本生 徐达纳本生 九色鹿本生等故事 西魏时期的壁画 多汇于枯顶 常见的有诗笔王本生 徐达纳本生 九色鹿本生等故事 虽然西魏时期壁画 多汇于枯顶 却生动感人 257窟北魏陆王本生图 本生故事 254窟北魏萨朵纳太子 舍身四虎本生故事 285窟西魏500强盗图 因缘故事 画法豪放 以简单的圈染 表现人体特征 并以细线勾勒 其他 在图鲁番和和西一代 曾出土了一批未经时期的绘画 图鲁番静目出土的地主庄园图 是一支最早的织本绘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